小辣高 带来去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继续来做森保积木的港风街景 今天来做的这一盒编号60109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这一套森保积木的港风街景 带有7-11便利店的港风街景完成了 跟上次的那个港风街景相比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它所呈现出来的店 以及这些招牌的布局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成品它整体的这种设计理念 跟上一次是一样的 它港风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靠这种平直的建筑 再加上各色丰富的这种招牌来呈现出来的 那这种形式我相信你在那些港剧里边 你都应该看到过不少了 这一套里边的五个人仔呢 全部都是市民类型的人仔 点缀在这一套套装里边呢 主要就是增加这一个套装的生活气息 这些人仔也可以跟上次那一盒里边的五个人仔 搭配在一起呈现出迷敦道的生活一角 而我们把人仔移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街景里边的 这一些具有生活气息的细节了 这里来这边是小巴站 然后后面呢直接是一个7-11 你看这边有对着外边的冰柜 下面有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以及雪碧 而这边呢来我们把站牌拿掉啊 这边还有店内的海报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收银机 那这收银机呢我们可能要反过来 那反过来你才能看清 这个是一个收银机 嗯它的内构呢因为是只有薄薄一层 所以内构真的相对比较简单 不是比较简单的是非常简单 这边只有一个收银机 然后侧面呢用贴纸键还原了这种墙上贴的各色的小广告 那各色小广告除了这边之外呢 来在当中的这个墙上也有这种小广告 那当中墙上这种小广告的设计 跟上一次的那一种港风街景的设计 也是一样的性质 应该说这两套港风街景呢 有一些地方设计都是相同的 那比如说像这边棚 呃右边建筑有个棚 在上一套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盆的颜色呢 这两套并不一样 而这边呢有一个档口 在卖各色的小吃 只不过这个字呢 可能一下子有点看不大清 来我们把这边竖起来 竖起来之后 你就能看到上面的招牌了 碗仔翅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价目表 来你看到没 价目表上写着各种吃的价格 看上去最便宜的只要10港币 看来也并不贵啊 你想不想来一碗呢 你看装着的碗 还是一个青花瓷的碗呢 看上去还挺有意境的 另外一边的墙角呢 依旧是用贴纸贴出来的这种小广告 这边还有一个消防栓 这一套港风街景 依旧是使用了带孔砖 那这都是可以用插轴 跟其他的套装进行链接的 它的内构呢 就像刚才说了 因为是薄薄的一层 所以内构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当然啊 这边的第二层 比上次的那个内构要丰富一点 这边呢是有个收音机 这边有张桌子 有个杯子 而这一块后面呢 依旧是一个贴纸贴的 一个殿堂的感觉 原本这里边呢 应该是有灯的 不过坏雪偷懒 所以灯光键就完全没有装 然后上面这边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边就一张椅子 然后这边一张桌子 窗呢 都是可以这样 往外推开的 那推开之后 看起来的效果 更有这种生活的感觉 而正面米色墙上 这个呢 就是空调的外积 可以说这一套港风街景呢 还是挺好的把这种建筑的细节 给点缀出来了 无论是窗台上面的绿植 还是这些空调的外积 又或者屋顶的这种天线 卫星锅 基本上他所要表达的这种生活气息 还是到位了 那我们这两套港风街景 齐活了 那他们两个呢 是可以合起来 合在一起的 来 你看 这个是最标准的玩法 把两套合起来 合成四个楼 四栋楼 四个门面 看上去挺有香港街景的感觉啊 但除了这样子拼街之外呢 他还有其他拼街的玩法啊 我们先把它分开 来 比如说 我们把人在那看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面对面 呈现出一条街道的感觉 怎么样 这样面对面放着 是不是更有香港街道的味道呢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们这样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呢 把后面的插轴拔掉 拔掉之后 就可以作为书立了 当中放几本书 然后这个建筑两边一夹 就是一个书立的感觉 可以说 这一套港风街景 它的拓展性还是挺强的 如果你把它作为装饰品的话 也是非常的合适 放在你家里作为一个装饰品 真的挺有感觉的 这两盒港风街景 森保积木的港风街景 坏雪买过来也就150元左右 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 这两盒双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套森保积木的港风街景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